好 四聰 我剛剛講 熱錢搶搶棍 這一個以臺股來講 今天收盤收一萬五千點 那歷史新高 臺積電收五百四十二塊 再創歷史新高 事實上昨天臺積電的ADR在美國股市 也創歷史新高 然後這個熱錢也在匯率市場上搶搶棍 臺幣今天直接看到二十七點九 沒錯 事實上全球的疫情 在大爆發的時候 其實臺灣的股市 就默默創下了這個歷史新高 今天的收盤價非常剛好 就是一萬五千點零三點 剛好越過了一萬五千點 那整個這個市值來說 又創了新高之外 臺積電最高來到五百四十二塊 那鴻海也來到一百零四塊 紛紛又創了這個歷史新高 或是短波段的這個新高 除了股市非常搶搶棍之外 我們的匯市也非常搶搶棍 今天臺臺灣的這個匯幣 匯率最高曾經來到二十七點九四二 也就是說又創了這個 這個波段新高 表示說這個熱錢還有這個資金動能 還是非常的足夠 臺股應該還有機會 會再往上攀新高 那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那全世界現在疫情都嚴重成這樣的程度 像以這個Boris Johnson 英國的首相來說 他這個發表了這個全國的演說 他就說 因為目前整個英國的疫情 在大爆發之中 他們的醫療體系已經處在崩潰邊緣 再加上說這個變種的這個病毒非常的這個嚴重 所以英格蘭地區要進入這個封鎖的這個狀態 他要求每個人都盡量在家中 除非是必要去買這個生活的必需品 或是醫療產品的話就不要出門 那最多的一天可以運動出去運動一次 那學校關閉 然後遠程教學 事實上包括說像這個上班的話 也是盡量改成這個遠距上班 或是在家上班這樣的狀況 那不只是英格蘭這樣 連這個蘇格蘭 蘇格蘭也進入跟英格蘭一樣的這個情形 那封鎖的時間 至少會到1月底的這個時間 那除了這個英國之外 日本也是一樣 日本呢 他們這個首都圈 東京包括說祁鈺縣 千葉縣還有這個神奈川縣 他們已經要發採取了這個緊急事態的這個宣言 那英文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要求大家到1月底的時候 從即日起到1月底的時候 盡量不要出門 特別是晚上8點之後呢 就不要出門 那餐廳或是什麼各式各樣的營業點 都只營業到晚上的8點 那另外企業來說 也是要展開所謂的遠距的這個工作 這個狀況 所以你看到包括說像這個日本 包括說像英國 甚至不用講美國 美國現在單日的這個確診人數已經 又不斷的在飆高 美國大概除了夏威夷州一周是 這個確診人數是下滑之外 其他州全部都往上 所以現在整個美國 日本還有這個歐洲 歐洲的情形都是相當嚴重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的話 我們講到中國 中國其實最近的狀況也不是很好 包括說像這個北京 這個地方 包括說像這個沈陽大連這邊 包括說像這個黑龍江等地 其實他們也是有爆發所謂的這個不明感染源 甚至有超級毒網出現的這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疫情也在中國爆發之外 其實中國的問題更加複雜 包括說最近這個寒流又要來了 中國大陸的民眾缺煤 沒有沒有這個暖氣 然後又缺電 沒有這個電 那不只這樣 事實上今年的這個冬天 或是今年的春節 對中國民眾來說 可能會再遭遇到另外一個 就是物價上漲的壓力 那這個最主要物價上漲的壓力 是豬肉價格 豬肉價格在最近三個月來 大漲了27.1% 那其實不只是豬肉價格在上漲 其實包括像黃豆 玉米 小麥 雞蛋 還有稻米全部都在上漲 那甚至是玉米 每一頓在中國大陸的話 每一頓突破2700塊 人民幣的這個高價 當然不只是這樣 包括說像什麼熟羊肉 全部都往大漲 他都舉這個熟羊肉來說 比去年同期大概 這個目前美金是70塊 比去年同期大概漲10到15塊 那不只是羊肉 豬肉 雞肉 雞蛋 全部都是大漲 所以對這個北京的民眾 或是對中國大陸民眾來說 他們說 今年其實很多企業 已經有開始減薪 那動輒就是減個 一千兩千人民幣一個月 結果沒想到現在又碰到 這個物價上漲的壓力 他們覺得壓力非常非常大 那事實上這個 中國大陸的豬肉價格 好到什麼程度 因為好到現在連這個 中國大陸的房企 都開始在介入這個養豬市場 那根據這個中國新希望集團 董事長劉永好的統計 因為這個如果我們以今年來看的話 今年中國大陸有三家 這個養豬的一線大廠 一個是溫室股份 另外一個是牧原集團 另外就是新希望 那他們三家的這個上半年的財報 毛利率都是大概約莫在38%到62% 你就知道這個很好賺嘛 所以大家都準備要來賺 所以那個劉永好就說了 根據他的統計數字來說的話 中國大概已經有一千家的房企 要介入這個市場 要來養豬了 所以這個養豬市場來說 是蓬勃發展 不過他是說 其實這也是一窩蜂的這個狀況 他們來養 房企來養豬呢 其實某種程度呢 就是為了要勸地 好那麼假 事實上中國大陸的物價壓力非常大 所以這時候習近平當然還是有動作 習近平來說的話 他這個這個昨天的發表的時候 在四號的時候發表第一號命令 就是中央軍委二零二 二零二一年的第一號命令 然後向全軍發布所謂的開訓動員 那他要求的 兼以這個習近平的這個新時代 中國特色主義社會思想為指導 然後貫徹習近平所謂的強軍的這個思想 他說要聚焦備戰打仗 要能夠確保全時全時代戰隨時能戰 同時他就說呢 要用優異的成績迎接 所謂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他其實除了在這個民生的問題 沒有辦法兼顧之外 他還下了這個這樣的相關的這個動員令 所以你看其實這個某種程度來說的話 習近平還是想辦法在這個 這個轉移這個焦點 也就是說用強軍動員來說 來轉化目前 他可能在這個內需或是在整個這個 這個內政問題上面不利的這個地方